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又要來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兵的生活日常 我們現在已經邁入了最後一個月囉 因為1月5號就要退伍 現在已經是12月初了 第一天回營的時候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有點小飄雨 就順利抵他營區 早上檢查服衣的時候我就被登記了 登記什麼呢? 我沒有穿外套 因為我近視嘛 這樣看起來一整片好像大家都沒有穿外套 結果發現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穿外套 他們是說12月之後就是已經換季了 就是永遠大家都要一直穿著外套 不管是今天是20度30度 你就是要一直穿著外套 一個想要把大家熱死的規定 早上取槍的時候 我們的士官長不讓我們穿雨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們拿著雨衣 明明大家都手上有雨衣 但是他不讓我們穿雨衣 所以我們就是淋著濕大大的去取槍 那取完槍之後 他決定說 要我們穿雨衣回來 但是我們穿上雨衣 結果就雨就停了 所以我們就變成濕大大的衣服 然後悶在雨衣裡面 真的是超級糟糕了 那早上我們出了一個偽造文書公裁 其實我們還蠻常出這種偽造文書公裁 就是可能那個人不在 或是那一坨人不在 我們就幫他簽名 幫他寫東西 然後幫他填任何東西 這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非常非常難得上了一些有關軍事訓練的課程 就是我們上了一些防毒面具的部分 就是穿戴啊 然後還有一些他的構造 然後他需要 還有旁邊的防毒面具包上面有一些什麼消毒粉撲跟解毒針的部分 還蠻酷的 然後就是聽得還蠻認真 因為他要考試 所以他覺得他聽得很認真 那因為下雨天我們運動時間 就直接掠過浮地停生這個步驟 因為地板就是一攤一攤水濕搭搭 然後我們做完暖身之後 我們就下去算是休息吧 因為其實也沒有辦法做什麼 下雨天你可以幹什麼 打羽毛球 有人真的有在打羽毛球 所以他們打一下 然後就飛到樹上 然後就開始去搶救羽毛球 開始丟各種東西上去 反正就是下雨天 然後新竹又風大 就是沒什麼事情可以做 晚餐的時候我去偷偷裝第二輪的飯 就是通常只能裝一輪 然後你要等很久很久你才能加飯 那我通常就會偷偷的去裝第二輪 就直接插隊的概念 就不用等 但是我這一次好像被發現了 就是有人說 欸 然後我就趕快跑走 就直接頭也不回 直接轉 然後直接走 然後就是假裝沒事這樣 但好像是被發現了 被質疑了一下 晚上的時候我們又在那個中山市裡面看Netflix 就是看戰爭片 然後也強迫不能用手機 反正就是 開心看電影時間啦 這一天的早餐 竟然有 好吃的奇美竹筍包子 竹筍肉包 就還蠻好吃的 就莫名其妙 他們遇上忽然變多了嗎 還是怎麼樣 怎麼會忽然變出了 奇美竹筍包子 每天早上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打冰桶 因為我們要負責醫療箱的部分 醫療箱那個打冰桶 就是為了 防止中暑 就是中暑的時候 可以用那些冰塊來救人 但是我們現在是16度的冬天 竟然還要繼續打冰桶 我是不知道 16度 15度 這種冷冷的天氣 打冰桶 是還會中暑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醫療常識不足 所以很冷很冷的天氣 還是有可能中暑嗎 因為台那個冰桶 真的是超級超級重 你就是兩個人要台一個 可能25公斤 30公斤的超重冰桶 然後走路走回淋上 所以真的是超級超級累 我們就在那裡開玩笑是要冰桶挑戰是不是 就是有人昏倒 然後我們就把冰潑在他的身上 他就會醒過來 跳起來 你被冷死 還是 凍傷 還是怎麼樣 躺在地上昏倒 然後你就潑到冰塊 早上的基本訓練 訓練出入力的部分就還蠻無聊的 然後 我站在第一排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怎麼輪的 就變成 輪一輪 輪一輪 然後輪超級久 因為每一個人要出入力 還蠻久的 那變成 要準備輪到我的時候 結束了 所以我根本就是在那裡掃戲 40分鐘不知道在幹什麼 重點是在基本訓練的時候 我們排上面有人在亂動 好像他說他手麻了 就是掃戲背太久手麻 所以他動一下 結果就被 就被電爆了 就整個排一起被電 我們整個機械排就一起被電 那這天的公差比較酷炫 他就是直接說 180公分以上的出列 然後我們就只有四個人出列 然後我們 就被派去 洗車車了 那台 有點像是露營車嗎 就是他可以整個 車子後面整個 因為像 就是一個卡車嗎 然後後面門是可以這樣掀開來的 就還蠻酷炫的車車 然後重點是他超髒 髒到外面整個都是青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軍車耶 他的車牌是軍 前面有一個軍耶 然後重點是他車真的是超級髒 上面都是青苔 我們在那裡刷刷刷 後來班長去剩一台那個水的加壓機 然後可以用水刀這樣子洗車 還蠻有用的 但是那個水刀 只能用那個最細的那個水柱 水壓最強的那個水柱 你才可以把那個青苔清掉 你用那個比較散的 面積比較大的 根本就是還是不能把青苔清掉 然後重點是風很強 新竹風很強 所以我們在用那個水刀的時候 噴一噴那個風是這樣亂吹 然後很強 所以那些水霧就是 你的衣服啊 褲管 尤其是褲管 然後下面還在滴水這樣子 然後褲管全濕 襪子都濕掉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四個人輪流洗車車 那這一天的運動時間 風的確是有點強 因為我稍微打一下籃球 那個籃球會飛 那個拋物線是斜的 這樣 嗚嗚嗚嗚 然後他就 本來你頭很準 然後他會往旁邊飄 或者是你頭 往上頭 然後他會飛超高 之類的 就是球 根本不受控 球會被風這樣亂吹 所以你頭出去就是看運氣 看有沒有風幫你矯正回來 大概打個20分鐘吧 我就下來 跟別人聊天 那我去跟別人連的人聊天 因為有那個高中的朋友 就是剛好也在我們營上 所以我們就開始聊天 他們是說 他們有人的床 因為我們訓練意義都是睡上鋪 然後重點是他們的上鋪 沒有旁邊的欄杆 就是你可能 翻身你就會掉到床下面 然後 一開始 他們反應跟班長反應都沒有用 班長也不理他們 但是直到有一天 有人從上鋪摔下來 馬上那一天 就班長就把所有的那個 旁邊的欄杆 上鋪的欄杆加上去 呵呵 就我也不知道 軍中就是 呃 班長都喜歡把我們畫當開玩笑 好像是我們一直反應說食物不夠啊 或是什麼什麼 呃洗澡怎麼樣 水怎麼樣 啊他們也都不停 他們就說 沒辦法 我們就是爛 呵呵 啊但是直到出事情了 他們的效率極高 就是變成 一定要出事情 他們才會想要解決 那晚上的時候 因為我就不想要在那裡一直被 抓包說我偷成第二次 所以我就認真的排一下 就是那個 加菜時間 等了超久 終於加菜 那結果呢 我就沒有趕上第一波的回去 因為我們 回鈴上都需要班長帶隊 然後有人先吃完就可以先去排隊 那個班長就可以 先把第一批的人 送回去鈴上 那結果我就沒有趕上第一批 我就要在那裡等更久 就很麻煩 所以加菜就是 要嘛你加菜 加到菜 但是你就少了 很多很多的休息時間 你會犧牲很多很多的休息時間 然後或者是你就不要加菜 直接第一批就回去 只是你就吃不飽 就是 有取捨啦 這天早餐我就拿了三個肉包子 還蠻開心啊 但是到中午之前 還是稍微有點肚子餓 看明天有沒有辦法拿 四個包子 這一個月我們排的部分 是負責資源回收 那資源回收 我們有那個 上個月 前幾天的那個 很多很多的垃圾 需要資源回收 然後有那個外面的資源回收 大哥要來收垃圾啦 那我們結果等了超久 我們從早上的八點多 開始等 等到了快要吃飯 十點多 那個大哥才來 原因是什麼勒 因為那個大哥的車被掉走了 所以他們連營區都還沒進來 他就去處理他的車子的事情 然後後來他才在十點多趕過來 原本八點就要來夾垃圾 結果他十點多才來 呵呵 受不了 車子被夾走是哪招 所以我們整個早上就在那裡聊八卦 因為那個班長還蠻好的 我們就聽到各種歡樂的八卦 然後聊天 然後就吃午餐 這一天也忽然很認真上了一些有關軍事的課程 就是槍支的運作原理 然後就是反正就是從彈甲 然後到一些什麼氣動推推推 然後就是各種部件 然後就是他們如何運作的 運動時間我們多了一個飛盤的東西 就我們在那個超級強的風中丟飛盤 還蠻有難度的 呵呵 因為你不小心一丟 要嘛就是飛到超遠的地方 要嘛就是 飛到超遠的地方 那我們在運動時間的時候 健身房出事情了 因為有高官走到健身房裡面 發現沒有任何班長在帶我們的訓練椅的人 所以我們就出事情了 然後最後那一坨人 被連長 我們的連長帶回去 就是任靈帶回去 因為我們的旅長發現 應該是旅長吧 反正就是有高官發現 呵 最後連長把他帶回去 所以反正就是出事情了 沒有班長 沒有幹部在場 所以我們之後好像都不能用健身房 健身房就不能用啦 然後我們有一個健身 就是全身肌肉 他天天都要健身的人 就還蠻生氣的 晚餐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被激怒了 就是真的很生氣 然後大家都在抗議 就是我們保修連人很多 我們餐廳裡面理論上有四個連在吃飯 他們保修連人很多 但是只能做一排 因為我們有四排的餐桌可以做 那我們只能做其中一排 那因為人太多 旁邊的連應該是火力連 他們寧願空著位子 也不要讓我們坐 我們原本是坐在第二排火力連的前面 然後他們就說我們不能坐這邊 因為那是他們的位置 他把我們趕到火力連的後面 後來我們又被趕 又說什麼 誰說的 誰說的 就是那個 他們那個班長嗎 還是執行 不知道在幹什麼 他們就是要強力驅逐我們 就是要把我們趕走就對了 他就是一直 誰說的誰說的 然後 然後就是要把我們趕走 就是說這邊不能坐 這邊是我們的位置 然後就是把我們硬要趕走 真的很煩 就明明就我們沒有位置 然後他們就寧願空著位置 也不要讓我們坐 我們大概有十幾個人被影響吧 就真的很怒 然後我旁邊那個 就是原本要去健身房 已經被建健身房了 他現在真的沒有 他就不吃了 他就 生氣甩一下 然後把椅子靠上 他就走出去了 他原本都是吃 就是超多 然後吃很多水果 然後吃很慢 吃很慢 反正他就吃很多東西 結果他今天就是一甩 不吃了 反正我們臉上就是一直對火力臉 就是旁邊那個臉 有點 敵意的概念 因為他們之前就是一直搶我們食物 所以我們還要分享 就是食物都吃不夠 我們還要分享食物給他們 然後後來又說 我們亂丟燕蒂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亂丟燕蒂 然後他們又在那裡亂瞎掰 說我們在亂丟燕蒂 很髒 然後現在 又把我們強力驅逐 我們對火力臉真的是 運氣超深 反正就晚餐沒吃飽啦 所以就是晚上泡麵泡起來 然後他們就是訂他們開心的雞排 還有什麼 好吃的東西 好喝的飲料 全部都訂起來 晚上還有接到一個訊息 就是 成功臉 我們的臉上有人 猝死 就是 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人猝死 我們全部都超high的 這天早餐呢 我真的去拿了四個包子 然後我以為是肉包子 我就拿了四個 結果回來才發現它是芝麻包 也是可以啦 只是吃完四個 超甜 真的是超級超級甜 什麼淡水 什麼什麼包子 太甜囉 那因為天氣冷 我們就出現一個很酷的畫面 就是一張床上面有七個人 在滑手機 就好像在取暖嗎 還是幹嘛 其實真的還蠻溫暖的 因為大家背對背 然後坐滿 就是前面旁邊這樣子 還蠻溫暖的 就中間是非常非常溫暖 原本我們是配到一個維修工廠去掃地的部分 那其實那個工廠就是很乾淨 沒有什麼東西 落葉就是那樣子 我們掃完就是還蠻輕鬆的在那裡 揮揮掃把演戲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要吃飯前 忽然被抓去另外一個工廠 這個工廠 那個班長真的是過動而 過動而 反正就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認真 他停不下來 做事真的是 效率要爆炸高 然後你效率不高的話 他就會一直念你 念你 而且他也會盯你 就是每一個人在旁邊 只要稍微沒有做事 他就會點你 說來來來這邊這邊 真的是 就是從一個天堂 算是天堂嗎 就是輕輕鬆鬆掃地 變成一個 趕快趕快趕快 然後要吃飯 然後他還拖到我們吃飯時間 真的是跟到不同班長差非常非常多 你跟到那個好的班長 他就是讓你還蠻爽的 如果跟到那個非常認真 你就要非常認真 跟到很嚴格的 你就真的被釘的死死了 所以我們跟到那個超級認真的班長 我們就拖到吃飯時間 吃飯時間我們就只能排到最後面 排到最後面就等於沒有食物吃 所以我們就是餓著肚子 又要做下午的公差 還好我們下午好像沒有做什麼事情 對啦我們下午是那個舉光課 所以就是坐在那裡看影片 所以還好 然後又被抓去做拉拉隊 就是有那個爬桿的比賽 然後我們也沒有去爬桿 就是看著一些班長去那裡爬桿 我們就在那裡當拉拉隊 吹風當拉拉隊 然後因為很吵 大家好多好多連在那裡大吼大叫 我們就在那裡偷偷抱怨 就變成連長在前面 然後我們就一直嗆他 然後或者是火力連跑過去 就是當非常非常嚴格的裁判 反正就是把各種怨氣 各種抱怨什麼東西就大聲講出來 因為沒有人聽得到 然後重點是我們這個拉拉隊活動 我們還拖到吃飯時間 所以我們這整天都在拖吃飯時間 所以就也沒有心 就是沒有心啦 就不想要再加菜 很累啊 一直去排隊 然後還要加菜 很累 就直接不加了 直接吃完就回去了 所以我們就吃了五分鐘的菜 我們就回去洗澡 那洗澡的時候 我們原本是去旁邊的連 就是我們敵人那個連 火力連去洗澡 因為他們的浴室比較好 水壓比較穩定 熱水也比較穩定 啊我們 連上了浴室 原本是洗澡洗衣擠 會沒有冷水 所以只剩熱水 然後你就會被烤成 就是你被煮熟這樣子 那後來他們在那裡施工啊 加什麼水塔 然後用了很久很久 終於稍微好一點 就是你可以同時 十個人洗澡 只是你水還是很小很小 就是那種 你全身原本洗 可能十分鐘可以搞定 要洗個十五二十分鐘 那個水真的是超級小 然後就是 就是從身上流到腳的時候 它已經冷掉了 就真的是超級超級小的水 然後裡面的風又很強 所以就是變成有點冷 然後又忽冷忽熱 我們的浴室真的超爛 啊忽冷忽熱 然後我在那裡面打噴嚏 就感覺就是很容易感冒的地方 但晚上休息時間 我又吃了一碗泡麵 然後我們出現了一些神奇的東西 就是我們八方雲集訂了 一千五百塊的八方雲集 就真的大家都沒有吃啊 大家直接回來訂餐了 一千五百塊的八方雲集是怎樣 對啊 所以你看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放棄餐廳的食物了 大家都寧願自己餓著肚子 然後回來訂餐 自己花自己的錢 已經沒有什麼錢了 然後還要花自己的錢來吃飯 這天早上終於又出現肉包了 然後我就搶了四個肉包 開開心心的吃四個肉包 看起來是足夠的 因為到中餐之前都沒有肚子餓 所以四個肉包剛剛好啊 吃完早餐之後 我被抓去一個工材 就是我們每一排都出一個人 所以我機械牌 我就只有我去一個垃圾工材 真的是垃圾工材 超爛的垃圾工材 那個垃圾啊 就是一箱一箱的那種大桶子嘛 然後那個垃圾車可以把那個大桶子這樣掀起來 那真的是超級超級臭 然後一打開全部都是那個噴汁 然後你看那個垃圾車 這樣子把它掀起來之後 那個不知道是水還是什麼 超臭的液體這樣流出來 像瀑布一樣 超多 然後那些食物啊 然後裡面超多那個飛蟲啊 然後又很臭 然後很髒 然後我們又不想要用髒外套 我們又不能脫外套 就一個很矛盾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好像 就只能 就是小心翼翼的把垃圾抓起來 那你也不想要就是用到全色都髒 因為你外套理論上是不能拿去洗的 因為每天都要穿外套 你哪裡有時間去洗外套 就是大家都稍微捲起袖子 啊你外套也沒有辦法捲到上面來 你就只能捲到這裡來 然後就是 小心翼翼的把垃圾 小心的放到桶子裡 然後再小心把那個車子推到垃圾車 結果後面都是那個 帶我們的那個班長在用 就很智障啊 然後我們就是大概用一用 還有他們的垃圾桶 有些被鎖起來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反正我們就處理完 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就趕快跑了 就 很爛的公差 然後那個地方也 理論上不是我們要處理的 就是餐廳後面 就離我們非常非常遙遠 然後不知道莫名其妙一大堆垃圾 然後我們要來處理 反正就是 收爛尾的東西啦 然後下面一般垃圾下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回收的東西 都被那個垃圾車阿北挑出來 就變成 在收爛尾 重點是我們做完這個超級垃圾公差之後 我們也沒有休息時間 直接因為時間剛好 直接又去整隊 我們又去排隊 還好是去保槍啦 保槍就是輕輕鬆鬆的玩玩 摸摸槍擦擦油 把槍擦乾淨這樣子 反正在軍中如果你想要偷懶滑手機的話 你一定要技巧非常非常好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要練一個很好的技巧 就是你要想辦法 在 全部四周都是 班長或是有幹部在那裡巡的時候 你要有 這個技能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奇怪的姿勢 然後看起來很認真的擦槍 但是其實你在很認真的花手機 這樣的神奇技能 這是什麼 偽裝 偽裝 就是偽裝技能 如果你偽裝的不好的話 你就會被點 你一個人被點 你整個牌就會出事情 然後整個牌出事情 那個牌執行也會出事情 反正就是 一個人就會連累 所有的人 所以就是 大家都 提高警覺 實時戒備 就是 只要有 一點動靜 門口有一點動靜 大家就 然後 或者是 大家就要假裝認真的擦槍了 就很好笑 原本吃飯前在下雨 然後我們就是被說 欸 我們要穿雨衣 然後我們穿上雨衣 馬上外面出大太陽 不知道是怎麼樣 就變超熱 然後變成我們大家把他投雨衣 很好我們就是帶著雨衣去餐廳吃飯 那餐廳吃飯呢 已經有一大半的人沒有去餐廳吃飯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在寢室裡 那都已經大家都沒有去吃飯了 結果 還是 沒有準時放假 就很麻煩 就是東拖西拖 就是 這邊的人拖 然後那邊內物又不好 然後又在那裡用 然後那裡在整理東西 那邊少帶東西 然後這邊問東問西 那個班長東拿西拿 變成 各種等待 我們還是到12點半才出了營區 說好準時放假 準時收假 啊我們不準時放假 是不是可以不準時收假呢